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介紹加法原理跟承法原理的進階 像這個四種顏色不同的漆 要漆上這個格子裡 這裡有六格 說一格一色相鄰不同色有幾種畫法 為什麼這個問題它會被放入加法原理和承法原理的單元呢 那我們在這裡會看到它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有連成的效果 就是符合這個承法原理這個名詞 其實它就是考你對這個連成的討論 所以第一格可以任意放 所以第一格有四種 一二三四五六 那第二格不要跟前面一樣 所以第二格也是三種 然後第三格也不要跟前面一樣 所以也是三種 然後這個不要跟前面一樣 所以也是三種 因為你有四種顏色 所以就是不要跟前面一樣 只有三種可以選 跟前前面一樣是沒關係的 所以它不會越成越少 那所以這題的答案是四乘以三的五 三個不同顏色的器一樣畫進去六格 一格一色相鄰不同色 這裡多一個條件叫做 三種顏色全部都要用上會有幾種畫法 所以我的第一格有三種選擇 對不對 第二格呢 因為不能跟前一格一樣 所以剩兩種 這沒有問題吧 那第三格呢 它不能跟前一格一樣 所以它應該是兩種沒錯 但是怎麼樣 如果你這麼一直寫下去 你就會 得到三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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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這個三色都要全用上 這樣要怎麼辦 如果我寫到最後一個的時候 才來想說 雖然我最後一個有兩種選擇 可是我三色都要全用上 那你就會想要怎麼樣 那前面有沒有 如果前面已經三色都用上了 我最後一個是不是就free了 就無所謂了 可是如果前面都沒用上 那我最後一個就變成只有一個選擇 可是這個前面不是只有它 而是他們都要考慮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呢 就會變成 第一個一定是隨便上 第二個一定是除了它以外的兩個都可以 到第三個的時候你就要 考慮到這個第三色 它是上了 因為這有一色 第二色第三色嘛 對不對 那你是上了第三色 還是你是上了 我們原本是 二喔 我們這個地方原本寫的是二 所以你會拆成兩個 就是各一 你有可能跟第一個一樣 那你這樣子 總共就只有兩色嘛 就是ABA 那如果你跟原本不一樣 這樣如果你跟原本不一樣喔 OK 那後面都解脫了 對不對 我們第三 我們的那個三色全用上 已經滿足了嘛 後面就可以繼續維持 我都不管這個三色全用上了 我就是不要跟前面一樣 就是二二 也不管有沒有 沒有跟誰重複了 如果我的這個色 第三格 我選擇的是 跟三一樣 也就是我現在還沒有把第三色拿出來用 我只有ABA而已的話 那這種 這個壓力就輪到它身上 那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如果它又沒有 它又沒有用到第三色 那就換它 所以它也一樣 本來應該也是二乘二乘二的 又要再分拆 你看像我們這個講同一 因為它本來就不能同二嘛 所以它本來的這個二就是 排除掉這一色 那所以我們這個 除了說我可以上第三色之外 他們兩個是同色的嘛 所以我本來就不能跟他們一樣 所以我的下一個是 同二 那這個也是一 那一樣啦 如果我用上第三色後面就解脫了 如果我沒用上 又換 這個 如果我用上了 注意它也不會跟它一樣 所以它要嘛就是跟他們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是一個是第三色 另一個是 同一 同一就同三啊 如果我第五色 第五格就用上第三色 第六格就乘二 如果我第五格還是沒用到第三色 第六格就乘一 因為它一定是第三色 三二 二二二 三二 二二 三二 二 和三二 也就是 和 對 二加二平方 加二三方 加二四次 可以嗎 九十 那沒有錯啦 我們通常會盡量 避開這麼 這麼 這個有據規模的 沒有到很誇張 但是有據規模的討論 所以我們 在這裡就看到我們方法二 題目要三色全用啦 那我們可以用任意上色扣掉 只用兩色 所以任意上色的話 按照剛才的說法 它其實是三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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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三乘以二的五次 那這個是九十六 扣掉 只用了兩色 也就是你只有ABABAB 和BABABA 因為你只用兩色嘛 所以其實只用兩色的話 是兩種 但是注意喔 因為其實我實際上是有三色嘛 所以你三色 當我確定我用的是A跟B的時候 才是兩種 那我也有可能是用AC 或用BC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3 或者你可以寫一個C3取2 三色中 選兩色出來用 ABC三色中 配給用用部 所以你這裡也可以寫個3 也可以寫個3 那這樣就變成96-6 所以也是90 那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個四種不同顏色的七都要匯入上圖 就是六格連在一起的 一格一色 如果相鄰不同色 則四個顏色全部都要用上的話 有幾種畫法 我們在這一題裡面 要帶大家做一個很重要的思考的引導 那在這裡我們要區分三種不同的描述 不只是說題目寫到這樣子 你要分得出它是什麼意思 其實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在想的時候 你要分清楚自己現在想了什麼 那很多時候學生這樣的題目會錯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可能想要扣的是 只用3色 可是其實他寫的算是可能是 恰用某3色 那結果題目要的又不是這個 題目要的可能是恰用3色 那都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以我們現在全部四個顏色 就是這個RGBW 我寫在這裡 紅綠藍白 那如果說我只用某3色 這個某呢 我刻意在這裡多寫一個某 那並不是說 真的你會看到題目上都寫這樣子 就是說只用某3色 這是我對於這幾種情境的一個分法 當我講只用某3色的意思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說 我已經知道他用了哪3色了 所以重要的倒不是這個中文字 某不某不是某不某的問題 而是我知不知道他用哪3色 那所以說我這一句 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知道他用哪3色了 假如說我已經知道他用的是RGB 那也就是說有W這個顏色沒有用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回到我們剛才看到就是說 這個三個顏色 然後他沒有 注意喔 我這裡並沒有規定不能只用2色 所以這個只用某3色會是什麼 會是這個3乘2的5次 對不對 就是第一格3 然後後面都不要跟前面一樣就好 所以就是這樣 那算起來很簡單 問題是你要搞清楚自己現在寫的是什麼 我這個是我沒有排除可能只用了2色 然後但是怎麼樣呢 我已經知道我用的是哪3色 好然後我們來看第二個 只用3色 那只用3色跟只用某3色在哪裡 就是沒有那個某 而我剛剛講的重點不是某 而是什麼 我現在不知道他用的是哪3色 那不知道他用的是哪3色的話 他就會是剛才的這一個 3乘以2的5次怎麼樣呢 乘上哪3色啊 所以有一個 C4取3 那如果你還不習慣用4的話呢 它是等於說這個RGBW呢 配對到用用用不用 所以1對1配對是4接除以3接 那所以你在這裡寫4接除以3接也可以 那因為我們慢慢就是要習慣使用這些符號 所以我在這裡就寫C4取3 好這就是說我只用了3色 也就是我只有拿出3個顏色來用 可是我並沒有限定哪3個 然後我們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 有沒有重複 我現在把這個3乘以2的5次嘛 對不對 去乘上C4取3 那我說這樣子是只用了3色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不會我已經有重複算了 我不知道 我剛剛說我們沒有排除只用2色 你如果3色都用上的話 按理來說 如果你3色都有用上 其實我用RGB的情況和用GBW的情況 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但是偏偏怎麼樣 偏偏你用RGB的時候 有可能只用了GB 那這樣子你用GBW的時候呢 也可能只用了GB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重複算的扣掉 那等於說會重複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只用2色的 所以只用2色的話就是 2乘以1的5次 對不對 這樣就是 比如說我只用GB 那第一個是G還是B 你第一個一旦確定了 因為它要相連不同色 所以後面都只剩一個選擇 好 那一樣的道理就是 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只用GB的這種情況 我只有重複一次嗎 只有重複一次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只用GB的情況可能會出現在RGB 也可能會出現在GBW 我的確是要算這個 因為我只用3色也是不排除 只用2色而已 我是說我要用3色 我沒有說我不能結果只用2色 我是拿3色來用 這兩個都沒有排除只用2色 那他們兩個的差別在於 這個我不限定用哪3色 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用2色的情況我是要的 只是我多算了 好 那GB會出現在RGB 也會出現在GBW 還有沒有別的 其實也沒有了 所以我就是多算一次 好 那這是第一個 那我除了GB之外 我還會多算什麼呢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只要是4個裡面選2個出來的情況 所有的只用2色的情況 其實我都有多算一次 都要code 好 那這個我們前面有條列過 那我們可以在這裡很快的再用RGB為例 條列一次 我在RGB裡面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有出現GB 那這個東西在GBW也會出現對不對 那其實RGB裡不只有 如果我只用2色不只有GB 還有什麼 還有RB和RG RGB裡面有RG RIW RGB 然後RB 有RB RIW Tuber 然後GB 裡面有GB RIW TAB 這裡面呢 有這個 有這一個 這個就不要 有BRB RLB就不要 有RG RG 就不要 有RW,RW就不要,GW,GW就不要,BW就不要 那你就会发现我要扣6个 而这个6呢刚好其实就是C4取2 14641的那个6 可以吗 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C4取2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只用三色 也就是说只用某三色 它就没有要有扣的情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乘以4 就没有衍生诸多烦恼 那但是呢 如果你要考虑到说 可是我不见得是只用RGB这三色啊 对你要乘以4 可是那这样子一来 你该扣的就给你扣好多重复了 到底扣多少重复的呢 扣6个 那个4种中取2个的情况 全部都6个全部都重复 所以就要扣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恰用某三色 那你看它跟上面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 前面这两个是已经知道哪三色 那这个是不知道哪三色 可是它们两个共通点是其实不禁止 最后你三个颜色 还是只用了其中两个 这样子 那这个恰用某三色呢 那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并不是说我的中文所使用的有多精准 你们要在题目上留意 有没有恰用 有没有某这样子 不是 我只是提供一个建议的方式 去把情境做区分 那你不见得要使用我的这几个中文字 可是你还是要把它分成 我这个恰用某三色跟上面有什么差别 就是我这里限定三色要全用上 就是我不再允许你拿了三个颜色 只用两个 可以吗 所以跟上面的差别在这里 我这两个都是一样 就是说三色一定都要用上 可以吗 这两个是三色不一定要用上 我只知道你没有用第四格而已 然后这两个是我已经知道是哪三色了 这两个是我不见得知道 我不知道是哪三色 都可以 任何三色都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去描述这个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们区分开来 好 那恰用某三色呢 它就等于是 只用某三色里面 这个 三乘以二的五次 怎么样扣掉 结果只用两色 那所以在这个 三乘以二的五次里面 如果你只用两色的话 也就是这个二乘以一的五次 那你其实就是有几种呢 C3取二种 我调整一下配色 就是C3取二都用绿的 那个 三乘以二的五次都用绿的 C几取几都用紫色 那你看啊 就是说我们RGB里面 只用两色就是有一二三三个嘛 就是这个C3取二 那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是用哪三色了 就是想说只用RGB 所以就是扣三个 那所以说这里如果恰用三色呢 那恰用三色就是说你可以恰用 这个RGB啊 你也可以恰用这个RGB RBW和GBW 所以没有错 它是把上面那个问题怎么样呢 再乘以这个C4取三 乘以 那注意哦 我们这里要乘的时候呢 我们乘的东西其实是 3乘以2的五次 减掉 C3取二乘以 2的 2乘以 1的五次 好那像刚才我们这个只用三色的情况 我们不是说你乘了这个C4取三之后 会导致怎么样 你有重复吗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恰用三色 我现在把上面这个乘C4取三 对不对 我要不要再扣呢 或再补呢 会有没有重复呢 没有呢 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规定你一定要把三色全用上的话 那你三色全用上用RGB 和你三色全用上用GBW 是不会一样的啊 因为一个就是有W 一个是不会有W 有R 一个没有R 所以它是不会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我刚才这里呢 选的是恰用某三色的话 我在乘以4的时候不用再扣 可是如果我刚才这里用的是 用某三色的话 我当我要考虑 就是搞不好四个颜色 就四个颜色里面 任意三色都四种组合都有可能 我反而就要扣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 要特别教的地方 要想清楚这两种不同的情境 那我们最后把这两个算起来 如果只用某两色 已经知道是哪两色的话呢 那当然它就是2乘以1的五次啊 那如果今天四个颜色里面 我只用了两色 那它其实会是 C4取2乘以2乘以2乘以1的五次啊 不用再扣了 因为它也不能只用一色 因为它要相对不同的色 所以只用某两色在这里 就是等于是恰用某两色 但是是在这样的题目里才有 在别的题目里面就不见得了 那就是在这里呢 透过这个例子 带大家完整的讨论 这一切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来解题 我们这题要的是这个 四种颜色要全用上 那四种颜色要全用上 是四个颜色任意着色 这个我们刚才没写到啦 但是它是最简单的 是四乘以3的五次 那我们去扣掉这个 只用了三色 也就是说我至少有一色没有用到 所以我会扣的情况 就会变成是要扣 C4取3乘上 3乘以2的五次 然后再扣 4乘上C4取2 然后2乘以1的五次 可以吗 这样刚好是600 那我们来看一下方法2 方法2的话呢 就是四色全用上的话 是四色任意 所以也是一样是 这个4乘以5的三次 也就是972 然后接下来呢 会扣掉 那这个时候恰三色 恰用三色 然后怎么样呢 再减掉恰两色 那恰两色呢 就是这个只用两色的话呢 它是C4取2乘以2 所以是622 所以这里是扣360再扣12 所以是扣372 所以也是600 那你就会发现这两种写法是一样的 一种就是说 我在算三色的时候 我已经先把只用两色的情况都踢掉了 于是它形成了恰三色 那这个时候你在计算的时候 你四色任意的时候 你扣完恰三色 你还要再扣恰两色 一种情况是我在算三色的时候 我不去把那个 我不去把只用两色的情况扣掉 就变成是我要乘以4的这个 只用三色的情况的时候呢 我就要补扣 那它如果是扣的就要补加 这样子 那这是这一题